304%以上 这里注意 然后读写配置 这里选64位 这里选那个免拆 然后注意 这里有个定位柱 然后主板 屏蔽罩 这里有个膜 这两个边胶要撕掉 膜要撕掉它 屏蔽罩要拆开 然后侧边有个边胶 要撕掉它 然后对着这个孔位 注意 这个孔位对好 扣上去 这里只有一个OK的 这是正常 这下面不发扬 不用管 提取 点修改并写入 这里修改你需要的 序列号和外观